先產生一個對講的按鈕,請你從這邊找到這個對講 命令按鈕,然後這邊的話拖拉出一個大小 按右鍵內容,它比較麻煩一點,那我們先改Caption Caption名稱的話叫對講 給它一個名稱叫對講 名稱的話叫Command button 看預設的就好了,這邊是Command button3 OK,好了之後的話呢,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按右鍵,再來程式碼部分 程式碼部分的話,第一個 第一個,我要先亂數產生七個號碼 那七個呢,原來的六個號碼再加一個特別號 那在那個VBA裡面呢,怎麼亂數產生這個 這個號碼 特別注意呢,在這邊請你 注意一下,在這個地方,我們會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的話呢 來看一下 第一個函數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用到一個叫Randomize 的一個函數 另外的函數呢,就是叫RND 不是叫RND,是RND 那特別注意就是RND的使用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可以按一個F1 我記得F1 F1之後的話呢 在那個 VBA裡面呢,它也會給我們一個說明 實際上,其實它的用法都差不多 那也是一樣在0跟1之間 會產生一個亂數 產生一個亂數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假設我要產生一個 1到49 1到49的話,特別注意 我可以 先把它 乘上49 然後呢,加1的意思是說 從1開始 從1 到49的話呢 我們 初指值,因為它可能是從0 它這個 最小是0 0乘上49的話呢 那再加1就是從1 那最大的話呢 會是 小於1 可能是0.9999 所以乘上49的話呢 是接近於 48 那我們需要有 這個7 7個亂數